婚姻情感开示极紧 第一部分 世间情为何物 前世情债 今生偿还 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枕眠 情爱与婚姻实际上 是了却前世欠下的种种情债 所以人生中的爱恨离合 苦空无常 完全由不得我们做主 在本章节 师父开示了 情债形成的原因 欠情债的果报 和如何通过学佛修行 化解情债 让我们共同学习 情债形成的原因 精彩开示摘录 一 造成人们感情运不同的原因 选自2012年8月17日 悬疑问答 有两个女同修 她是感情不太甚 A同修 她是桃花很旺 很多人追她 另外一个 走通C同修 她是相反的情况 几乎就没有碰到 主动追她的人 她老是自己去喜欢别人 爱念别人 也主动谈过一个 现在我们都知道 女人感情不甚 一般都是前世 现实的太多感情在 但是这种是怎么样的 因由造成他们这种 两种不同的果报呢 这本来就是两个人 那么当然两种果报了 兄弟姐妹都会有 不同的果报 十个手指 生出来都不一样 都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有什么 一个人的前世 帮了很多人 人家欠赞很多 这辈子就会有人来追她 那个前世 专门欺负人家的 谁追她 明白了 二 不是冤家补巨头 选自 2011年 6月24日 悬疑问答 一位听众梦到了 前世今生的愿解 今生感情不好的老公 就是前世把她碎尸的凶手 今生的女儿 是前世没有保护好她的女警 倘若没有得闻佛法 这段孽缘只能跟着夜里继续 生生世世相互偿命 永不得解脱 冤冤相报 六道轮回 真的太可怕了 好在菩萨慈悲 我们遇上了佛法 纵然 消灭很辛苦 还债很痛苦 但是 还有什么苦 可以比轮回 更苦 老师我告诉您 我跟我丈夫关系一直很不好 结婚前两年可能好一点 后来一直六七年都很不好 跟你学佛一年多了 一直都在面前 但是上一周我做到一个梦 梦到了我和她的前世的关系 前世我跟她也是夫妻 她呢 最后是拿刀 把我杀死了 最后还算了诗 但是那个 那个当时是在保护我的那位女警察 她当时反应不上尺度 也没有保护我 现在听到我的女儿 通过这个事情呢 我就深心的体会到 六道轮回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人 和你凑成一家子 对啊 就是冤姐在凑成一家子 我告诉你 你看警察没有保护好 你的那个警察 变成你的女儿了 对不对 你自己都知道了 你的老公上辈子把你杀了 还碎尸 你想想看 如果你不做了这个梦 你怎么会知道 台长为什么有些时候 不愿意告诉你们呢 你看给你知道了 有什么好啊 很麻烦啊 你要知道你现在的结局是什么吗 我错了的结局就是 他把我去不够 然后有一天 如果我不学佛的话 我也把他杀了 然后他们就生生世世的融会下去 对啊 但是这边坚定了我学佛的信心啊 我正经是一定要好好跟台长学习 对 把这些灭袋都还完 然后呢 能够跳出这可怕的六道 对对对 就想在此对广大学佛的同书说 你们真的不要只做于家里 这个和那个的关系 你这个都是假的 这个都是假的 你现在明白了吗 台长可以告诉你 这就叫看破红尘 看破红尘并不是说消极的 还是积极的 明明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 更要好好地去修行 对不对啊 这就是我的体会 谢谢关心托载 谢谢台长 让我必须能够闻到说法 对了 谢谢台长 好好修啊 他一定好好修 一定好好修台长 乖一点啊 谢谢台长 好的好的 谢谢台长 不要难过 你刚好东西 一定好好修台长 乖一点啊 谢谢台长 三 情债在轮回中越积越多 选自2012年1月13日 悬疑问答 欠债还债 欠情还情 面对轮回中 犹如滚雪球一般 越积越多的情债 学佛人要懂得忍耐 克制 持戒 同时精进地念经 念经文组合来还债 否则会越陷越深 渊渊相报 想问台长 情债是怎么欠下的 你实际上就想知道 在这辈子是怎么欠的 很简单 比方说 某一个人 跟你有点感情 那可能是上辈子呢 感情不深 就有一点点情 那么你呢 如果咬咬牙 跺跺脚 就过去了 你不去碰他 那你就不见他的情在了 如果呢 人家本身上辈子呢 只不过是 只不过比方说 对你好了一点点 那么呢 或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比方说 不应该碰碰你了 碰碰你了 这辈子呢 他来还你了 他就会眼睛从你看了 喜欢你了 这个时候呢 你呢觉得 哎呦 他喜欢我 哎呀 骨头轻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开始去跟他好了 如果你跟他就好的话 那接下去呢 好了 好过头了 好过头之后呢 你还他的多了 然后呢 你就又欠他了 就这么欠下来了 那么下辈子呢 你再还他 那只要欠了 就一定要还 对 一定要还的 那那个情债很可怕 非常可怕 而且情债是越还越多 越来越来又还不清 哦 很多人一辈子为情所困 为情所迷 为情所吃 也就是说痴迷啊 啥都不得了啊 一个人 所以人家说谈恋爱的时候 智商是最低的 你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说情目重不胜 对 完全完全 我告诉你 说谱世界 很多人就是脱离不了这个情字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爱是永久 在人生 在人间是 这个是永恒的主题啊 四 情债 始于思维不端 选自 2012年 6月17日 悬疑问答 感情债欠得多 一定 存在欺骗 而且这种欺骗 绝非无益之错 因为人 有思维控制能力 行为 受控于思维 所以行为不端 一定是 因为思维不端 希望大家 控制好自己的思维 从而控制住 自己的行为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 他前世感情再多 他是不是这个人 就是孽障一定会多 不一定的 感情再多 是人家见他的 还是他见人家的 很重要 他见人家的很多 那么上辈子 就是在感情上 做错很多事情 但是并不在于啊 他 比方说在财布室啊 或者做人方面 就像现在很多男人一样的 人很好啊 人很好 也肯帮助人家 在单位里 在office里面 公司里面 也很愿意帮助人的 这毛病是什么 看见女人就要追 然后呢 欺骗人家 那么这辈子呢 就是还情债 其他的方面 都还蛮顺利的 明白了吗 就是感情欠债 欠的多 那一定是有欺骗人家了 那肯定的 肯定是吗 那肯定的 哪有人 一个男人 如果 如果女人很多的话 你说他 他能不欺骗人家吗 不欺骗怎么会这么多 那如果前世是女的 他还会有欠感情 他也肯定 那当然了 前世是女的 女的不骗人 男人的 就男人骗女人的 现在的女人骗男人多少啊 那有没有可能 他是无形中天下的呢 什么叫无形啊 无意识中 什么叫无意识啊 没有什么无意识的 人有思维控制 思维决定着你的行为 控制着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不端 一定是你的思维不端 怎么叫无意识的 现在你做很多事情 做错的都是无意识的吗 就是无意识的 也是你做错了 你的思维一定有意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就像夫妻两个吵架 对不对啊 好了 那那个女的 整天都在 洗碗子 拿碗子 蹦了蹦了蹦了 她说 我又不是从这个事情了 你说她有意识 无意识的 她嘴巴里说 我平时也是这种声音 你吵架了 你这种声音出来 就是有意识的 明白了吗 明白 这个环境 让你造成了你这个孽障 那就也是要 这声要用小房子 多孽小房子 都要都要都要 五 钱是重情 未得果 今生情债 继续长 选自2013年 11月1日 悬疑问答 追星族的狂热 来源于 往事的缘分 往事求不得 今生继续追 有一个粉丝很疯狂的去追一个明星 那是因为这个人着魔了 还是因为从因果上看 他前世欠了这个明星 如果一个粉丝 跟他缘分特别深 那么前世呢 肯定呢 也是有一个追逐的人 比方说 他是前世追他的 虽然他跟他见面都没见过面 对不对啊 但是在他的心里一直热爱着他 就种下了一个因了 所以这辈子呢 他就会继续来还他这个果 明白了吗 这个因果因果 并不是说一定要种下了这个因 就像比方说你一个电影明星 很多人喜欢他 那么人就连见都没见到他 对不对 但是脑子就渐渐想他 你说这个想他会不会有因种下去啊 像现在这些粉丝 为什么会这么疯狂 他第一 跟他前世有缘分 这个缘分并不是说夫妻缘 也并不是什么一定是什么朋友缘 就是说前世 我很喜欢你这辈子还盯着你 这个也叫缘分 你就是说上辈子你爱过他了 种下这个因了 你爱他了 你上辈子没爱成 这辈子这个人呢 到了人间了 他有无形的当中 在他的意根当中啊 意念的根啊 叫意根当中啊 他还会喜欢这个人 听得懂了吗 所以就是还是在跟着他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六 使人相思 又不和其在一起 伤害感情 形成情债 选自 2014年 3月16日 悬疑问答 一个人在世的时候 被某个异性所喜欢了 但是两个人都没在一起了 那么等那个过世 过世了以后 他就会上这个人的身 那么我想知道 他们有什么资格到这个人身上 是阎王爷批准了吗 一定是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前世的缘分 今世没有续到 他而且在今世 他又伤害了他了 阎王老爷就会批准他来搞他了 所以说 即使喜欢没有在一起 那么还是说 就是有欠债的情况 那当然了 喜欢他 虽然没有在一起 为什么会喜欢他 不就是个缘分吗 这个缘没有续 那么死了他也会来报复他呀 所以那些电影演员 眼睛去勾一勾人家 让人家神魂颠倒了 你又欠了 人家死了 都会到阎王老爷那去告状了 说他喜欢我 他为什么不理我 是上辈子的延续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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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